刘诗诗和吴奇龙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我们都很喜欢和看好他们二人 很大的原因也是看了步步惊心 觉得四爷和若西这对CP很般配 但在刘诗诗之前 吴奇龙有过一段婚姻 他的前妻是玛雅叔 二人经历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但最终也以离婚告终 离婚后玛雅叔嫁给帅气的现任养老公 婚礼也十分盛大 最近玛雅叔凭借妈妈是超人重返观众眼中 随之而来的也曝光了她的家庭情况 节目中玛雅叔的妓女问了她一个相当尴尬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离开她的前夫 可以想象玛雅叔当时的心里应有面积了 她想了想回答道 我不想再为她做任何事 所以我们决定分开 接着玛雅叔又说 我现在可以为你爸爸而死 不仅现在 而且以后依然可以 我相信她也和我一样 但我和我前夫的那段时间里 我们失去了那种感觉 她老公就表示不高兴了 因为玛雅叔提到了前夫竟然说了我们 也怪不得养老公生气啊 随后来解释道 是我们 才缓解了当时尴尬的气氛 这说话也是一名艺术啊 现在玛雅叔的生活美满 儿女双全还有爱她的老公 是幸福的 最后想边想说 且行且珍惜